戴着灰色压舌帽的男子在扭蛋机前转来转去 不一回而又移动到其他扭蛋机继续转 但他玩的不是扭蛋 而是用剪刀撬开右时孔一一行窃里头的零钱 他也丝毫避讳就是说店里面有很多人 他就假装自己是店员 然后还会跟那个店内的客人打招呼 说我现在修理机器 然后就开始把机器围起来 放在角落嘛 然后就开始一台一台的偷 相对正常的我们一插就进去 有没有 这种都是不对 这个已经完全我们都没办法维修 奇怪的是刑切过程中 有将近上百名的客人经过 却没有察觉他在犯案 就这样大喇喇在店里一台 透过一台 直到店家隔天来巡视才发现 扭蛋机全遭破坏 客人现在上门 发现一部分的机器故障 败信而归 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月19号晚上6点半 台北地下街 这间自称是全球最大的扭蛋机店 店内有661台扭蛋机 原来阳性犯嫌假借自己试店员 要店里的客人先离开 随后搬动娃娃机 再用剪刀撬开零钱箱 得手9000元 嫌犯有毒品切到千颗 这回跑到地下街冒充店员 疑似缺钱买毒 大胆行窃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关切 然后我们很多的同行已经不胜其劳 就是说 甚至就是他已经到案了 但是他马上又放出来又继续偷 实际损失的金额还有待估算 只是窃贼大胆冒充店员 第一时间也没人能分辨 竟然就这样在众目睽睽底下心窃 记者张俊慧 陈廷卢 台北采访报道